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的确是改变了当代元门大家都有的一个共识 因为蛇嶺的长生神墓是在陈秋生斩龙之前出现 那就说明魔门在唐朝初期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 这个时间一下子就向前提了差不多两百年那么早 北老狗跟着说 关于那个萧天盈应该就是百年之前想要冲开壮龙山峰 而后来在东江市斩龙的无名风水师 这个人后来败了在盲小楼的名下成为了盲家的弟子 蛤 那怎么可能啊 刘百温是明朝初期的人 但是东江市斩龙风水师萧天盈 最多都是一百年前的人 再说啊 刘百温见过的少年萧天盈他无父无母 但是这个无名的斩龙风水师 他一家十八口惨糟灭门 他是为了要帮家人报仇 那才去养魔而已 时间对不对 身份背景也对不对 如果是同一个人的说话 那么这个萧天盈不是生存了几百年 不过北老狗 好像早就会料到我有这种反应 笑着说 我呢 就查找过相关的典籍 又跟你爷爷一起聊过聊 我们两个都认为这个萧天盈就是同一个人 至于他为什么可以生存这么多年 是两个解释 第一 萧天盈不是普通人 第二 就是他重新轮回了一次 不过他前世的记忆就一直都没有消失 我听完陷入了沉默之中 在风水源门里面 的确是有着很多长寿的人 譬如说 武当山的张真人 就传言有两百多岁命 但是 萧天盈这一下子跨这么多的朝代 都真是有点夸张 但是如果说 萧天盈是以尸体的身份流传于人世 可能性亦都不大 毕竟 我们孟家祖先孟小楼 又怎么会收一具尸体来做徒弟呢 静下来的 就只有重新轮回 但是记忆没有消失到这个解释 那倒是可以说明 为什么萧天盈对葬龙山有这么大的执念 或者 他和那座葬龙山是有着莫大的关联 就算是在世为人 都要重新回到葬龙山上 我忽然想起 在苗疆遮云山 都一样 一时之间 我真是整个人都一片混乱 忽然 我想起当日 在黄河河眼 陈暮水不是背着那一块 写着萧天盈 永震于此的石碑吗 于是连忙和北老狗说这件事 北老狗显然无聊到这一点 惊叹了一声 哎呀 那这个萧天盈 真是不得了了 他有可能轮回了很多次 等到见到刘伯温的时候 就骗了刘伯温 我跟着又说 当时铁王爷跟我说 说在我到达河道之前 有一副棺材提前离开了 那会不会 就是萧天盈转世之后的私生呢 北老狗没有回答我 而是表情严肃地问 你在将当日河眼所发生的事情 全部能跟我说一次 那我就用最简单的说话 快速说一次 北老狗听完 一想拍在石墙上面 信食风真是胆大包天啊 看怕日后我都要去炉山的新家走一趟了 至于你说的那副棺材里面 是不是装着萧天盈的私生 等我去完新家 那就水落石出了 本集经意播讲完毕 如果对我马安的风水秘术有何指教 欢迎你收藏 点赞 以及留言 第322章 最终的计划 其实 但是 我是想说 那副提前离开的棺材 还有可能 会是性冷的风水师提前带走 不过 北老狗去新家查证也是有必要的 只要排除了新家 这就能证明 是那个性冷的风水师所做的好事啦 否则 也能够说明 新城峰一直是知道萧天盈身上的秘密 于是 我刚说了 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北老狗沉默了一会儿又对我说 马安 听你这么一说 我感觉今次是来对了 你这个萧天盈太过邪门 他之所以要来这个长生神墓 肯定是必有所图 我们今次合作 也一定能够解开这个地方的迷团 我没有立即回应他 而是礼貌性地笑了笑 其实就算你不来 为了陈狗和杨飞鸿 我自己一个都会进来这个墓里面 伯老狗摸摸下巴说 原来是老夫太过唐德啦 那照你看 刘伯温离开之后 那个少年萧天盈有没有进过来这里呢 这层我就不清楚了 不过 那也是我来到这里的原因 撞龙山马上就要开山 我必须搞清楚这个大梦的秘密 如今都只能大概推断出 这里面是魔门的仰魔地 其实我想说 等到我们合力铲平这里之后 我希望你能够进入魔门 摸清楚它在当今圆门的影响力啊 我呆了好一阵 才反应过来 你是说 要我进魔门做臥底啊 这一样东西 就是你和我爷爷的计划 我望见北老狗的目光这么坚定 再加上他将这么隐蔽的档案拿给我看 显然是想说服我 要我和他一起去完成这一件事 我的内心不敢有些动摇 我爷爷 真的和北老狗达成了一种这样的合作关系吗 北老狗啊 没错 当初我对你的判词 以及在风陵道的围攻 查实都是为你投入魔门所作的铺垫 眼下我们整个圆门 可能就只有你能够投身魔门 不会被人怀疑 而且我相信你就算入了魔门 都不会忘却本心的 马安啊 只要魔门打压了下去 我们这一代人的目的就完成了 而你也可以从此安心地住在撞龙山脚下 我冷笑了声 哈哈哈哈 我为了避开你这些所谓的铺垫 先后两次动用钢神咒 消耗了四十年的阳兽 再加上天劫 马上就要来临 你觉得我 还会在乎多这几年命吗 魔门祸乱风水圆门 带泥浩劫 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孟安 羡慕你讲得这么伟大啊 北老狗一听 有些面露愧色 唉 我知道 那对你很不公平 不过 唯独是你 才是破局的关键啊 在很多年前 我跟你爷爷 就预料到了杜少魔掌的局面 眼下魔门动作频频 撞龙山主人 也能表现出 和魔门有着千丝万扭的关系 你出生的背后 更加隐藏着一个庞大的阴谋 我望着这个眼前的通天大人物 不由得觉得十分可笑 我依旧一点都没有松口 大北老狗就并不打算放弃 以后继续说 整个计划 只有我跟你爷爷知道 我座下任何一名弟子 都是毫不知情 因为魔门实在太过厉害了 所以除了你之外 所以怎样啊 所以你就要一副 薄晒老命的样子 这样才显得真实 显得毫无批淋了 孟安 只要今次魔门能够打压下去 我保证你损失的阳兽 我会和你全部找回来 我盖狗幽说过的说话 向来得一言九鼎 他很真诚地望着我 又继续说 上了藏龙山 才能够找到你妈妈董秀兰 才能够迎回远赴昆仑的盲情山 而你爷爷盲坐 才不会白白地牺牲自己啊 北老狗很欲紧地 一口气说出了 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三个人 我心一当 想到了爷爷最后 和我说过的说话 又想起孟家的祖训和家风 孟家人是仁义 是救人于危难之中 天地有情 沧桑不改 这一刻 我自私的内心 述之都是忆不住爷爷的教诲 和孟家千年道义的传承 我各位龙雅爹 以及和我一起过三天的娘 为了他们 就算落十八层地獄 杀上严罗电冲上九重天 我都是绝对不会退缩的 于是我鼎鼎神 才慢慢跟他说 唉 九大人 你老人家果然洞悉人性 既然如此 你就说出那句暗号吧 本集经已播讲完毕 如果对我马鞍的风水秘术优何指教 欢迎你收藏 点赞 以及留言 第三百二十三章 上下霧 爹爹的原神 在最后告诉我 的暗号 就是和北老狗的约定 避免有人 假冒了他来骗我 我忽然 仿然大悟 爹爹要我对这个暗号 即是相当于 喊北老狗 将这个计划 告诉我 那可能是他老人家不忍心 要亲口喊这个孙子 去做这些危险的事 唉 我的耐心不禁有点好笑 爹爹他 都仍是太过照顾我的感受 擦伤 他想我做些什么 他老人家只要直接和我说 我就一定会去做 这时候 北老狗有点激动地说 明月照久休 千年回音一朝破局 心急了休息 故人过大江 天生三劫 狗死未悔 对对了暗号之后 北老狗就露出了笑容 哼哼 那我们就一于进去谈一谈吧 从他的笑容之中 我感觉出 他好像一早就知道我一定会这样做 令我的耐心 都稍微有点不爽 很快 北老狗就破坏了石墙上边的朱燕峰人 地面发出了沉满的响声 我想起杨飞鸿的反应 不免有点担忧 不过 北老狗乃是当世第一人 我现在又是登天境的第三层实力 两个人联手 就算有什么危险 应该都能够化解 北老狗拿出一纸符文 吹动道火燃烧之后 就念动口诀 警告这些山中老物 千万不要生出 太阳神符将邪气封在门口 然后又见他拿一张黄纸 扎出了一个小子人 向地面一扔 接着就见到他的一类神色 落在这个小子人身上了 小子人一站在身上 很轻快地跑进去 大概过了两分钟之后 小子人就回报情况 北老狗有些神色凝重地说 原来这一柱 是一柱上下霧 并不是雙伦大霧的关系 这个霧是上下层结构 这个结论大大地出乎我意料之外 最开始我的猜想 是两处雙伦的大霧 杨飞鸿躁在这里 和他那位隔离屋 就老死不相往来 内魂变成了上下霧的结构 那就是证明了 杨飞鸿和底下大霧的主人 关系匪浅了 北老狗跟着说 在底层的霧室要更加大一点 不过我这些痴人就无法只冲入霧门 唯有等我们进去再说 北老狗放出了引路符 等了一会儿 见没什么危险了 我们两个才走进去 一进到黑暗的霧道 我就觉得这里霉味很重 而霧道呈现出的色责又很灰暗 的确似是封禁了千年之久 越往里面走 我就从营造的风格判断得出 杨飞鸿的霧室和这边的霧道 是属于同一时期的产物 只不过是被中间的一棵石墙隔断开来这样 这个时候引路符在前面带路 受到邪气的影响变得非常不稳定 我们顺着霧道向内走 又走过一条向下的石级 我却感觉到上下两层大霧不同的气性 在上层霧室 我还能够感到少少有生命的气性 但是在下面的霧室 即完全是死亡邪气 四围的那些壁画也都开始变得阴暗起上来 画满了牛头马面等等各路的地獄邪神 我在这段时间不停地收集过天魔经 感觉到这里的一切 的确是有一些魔门道法的味道 而越往里走 这种感觉就越来越强烈 气氛变得更加压抑 现在的周围 比下雨前的那种门局还要令人窒息 唯有不停地让去运转纯阳道力 才能抵挡着这种压抑感 北露狗神情认重 显然他也感受到了 只是神情比我兴奏得多 他说 果然是一处千年养魔地 陈秋生居然选拣了这里 真是害死他的族人 突然之间 引路符摇了几摇 北露狗抬起右手 使我小心 我开了天眼 发现空气之中 飘浮着一股强劲的妖气 很快 一把凌厉的声音从深处响起 大胆 什么人 敢坐我的万年福地 我心头一阵 不是那么快就遇到正主 不过 我很快就判断出来 这把声 并不是引我入魔的那把 北露狗就很轻松地笑笑 哼 不过是一只小妖 你如果喜欢的说话 我就把他的来丹 拿出来给你吃 我听 我听到一只小妖 身上又摇着头 说 不过 我也不想像新城峰这样 弄到自己一身的声音 臭嘴 本集经议播讲完毕 如果对我马安的风水秘术有何指教 欢迎你收藏 点赞 以及留言